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特别荣幸 能够与这么多令我尊敬的演讲嘉宾 我们一起来到一个思想的聚会 也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榕树根的故事和一种不一样的教育 咱们来聊聊儿童教育的话题 曾经我和我先生乐安东身上 都贴着一些的标签 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太重要了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榕树根工艺机构的创办人 五年前呢 我们俩开始创办榕树根 当时前面几年 还是把北京和云南往返奔波 三年前的那天 我们就退掉了北京的房子 把共同的生活打包成三十七个大箱子 寄往了云南省德宏州 德宏带族景坡族自治州 芒市西山乡银盘村 这是一个位于亚热带森林间的景坡山站 从这里可以步行走到缅甸去 我们做五年来 我们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为我们身边每一个景坡山里孩子 量身定制了教育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课程和活动 与孩子一起探索三个问题的答案 我是谁 我要什么 我如何才能做到更好的自己去接近梦想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想先给大家讲讲景坡族女孩孙慕色的故事 第一年的夏令营 我们团队十几个大学生志愿者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有着阳光般灿烂笑容的女孩子 她特别害羞 她动作永远是这样子 就用胳膊挡着脸 然后你跟她问什么 你做什么 她都得不到她一点回应 她永远是害羞地笑着把头扭过去 然后那些男孩子就跟我调皮地说 老师你别管她了 她是傻子还是哑巴 开营三天了 我确实没听见她说一句话 后来营期过半了 有一天我们带着她在做花叶拼贴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发现她是口齿清晰 思维清晰的一个女孩 没有问题 后来才发现 我才渐渐知道 穆瑟和我很多的这边紧迫孩子一样 她爸爸也是关在戒毒所里 妈妈被人贩子拐卖 常年没有下落 穆瑟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 她一直被家里人说她笨啊傻啊 她有深度的自卑 从来就不敢做任何的事情 都怕别人笑 像她画画 在课上她从来不敢拿到桌子上 都是藏在腿上下面去画 她怕同学看见笑她画得丑 但其实我们发现 穆瑟的色彩感特别好 我们就给她讲 你的画好在哪儿 为什么好 后来穆瑟的画被拿到 芝加哥的画廊 跟专业艺术家的画在一起展览 穆瑟有比较严重的读写障碍 这是一种病症 需要去专业角质 但是读写障碍的孩子思维很特别 像爱因斯坦就是 就是你需要得到一些 适当的教育方式 可她周围的人没有人懂的这些 所有人都说她字也写不成 书也读不成 我们笔尖传递力量这个项目 给穆瑟交了一个 远方广东的大哥哥比佑 我第一次花了两个小时跟她长谈 才让她愿意下笔写第一封回信 因为她怕别人笑她字丑 后来每个下午吧 我们差不多 志愿者每次陪她写回信 都要花整个一个下午 因为穆瑟要写完了以后 她很在乎那个哥哥对她的印象 要重抄好几遍 这对一个读写障碍的孩子是多难 但是通信一年以后 穆瑟会写的字越来越多 字也写得越来越好 今年五一 今年五一的时候 跟清华国际学校国际学生共度的夏令营里头 穆瑟第一次登上舞台 和同学们一起用四种语言表演自编自导的小品 在这个营她因为热心助人 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七月份的夏令营 她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给城市的小伙伴 独唱一首英文歌 You are my sunshine 所以后来很多孩子跟我说 老师你要不然就把木色变成 还变成以前不说话的样子吧 因为她现在太能说 我跟她吵架都吵不过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是修了什么缘分 可以有幸跟这样一群有灵性的孩子 一起去创造一些奇迹 我过去大学是外交学院念的国际法系 第一份工作是在跨国公司里面做律师 我其实还是蛮爱法律这行当 只是我觉得工作一年多就能看到我五年后的样子 无非像我老板一样当个法律主管 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需要停下来想一想 什么是让我最有激情的工作 所以我当时辞职到了一个 到了WWF 我不是爱动物吗 从小很爱环境 爱动物 然后就 来这里做志愿者 还以为每天可以抱熊猫呢 然后其实 在这边是 没想到就做志愿者 就留下来做全职的员工了 一做就是四年多 我在它公关传播的部门 做媒体官 然后做公益广告 后来是做品牌经理 然后写文章 写文案 然后跟很经常跟4A的广告公司在一起工作 然后也跟 带着 还带着媒体 不仅开新闻发布会 也带着他们下到保护区的核心区里 有时候一徒步就是好几天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那后来又到了 NRDC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去担任传播总监 帮这家美国白人精英的高傲的组织 在中国去从头创建它的传播团队 去制定中国的传播战略 我那时候经常就得飞到美国去 去教育我们的美国同事 他们完全不懂中国 还盛其凌人 所以为了让他们支持我的工作 我要给他讲 在中国怎么做传播最有效 那时候也穿梭在各种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上 去把环境机构的声音在媒体上扩大 那现在偶尔回到北京 再回到我原来在国贸的办公室 都会觉得很穿越 曾经我也像那些堵在车流里的人一样 跟打了积雪一样的工作 但是正当我在环保圈里 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2007年我就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北外教授 没想到这个人就会让我接触到一个遥远 但是能真正触动我心灵的族群 而且还帮我找到一身 我最最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方向 这个怪人就是我后来的一见钟情的爱人勒安东 他当时1991年来中国 当时还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学生 他为了他自己那个博士研究 要找到景坡族的 他要做景坡族的宅瓦语研究 要找景坡寨子 所以他当时还没有电脑啊 手机啊什么的 他就拿扯着一张地图 到了昆明就问哪有景坡寨子 一路就问到德宏了 然后他走到哪儿在德宏 都是当地人见的第一个西方人 后来景坡寨里就多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成员 这些前排那些小孩子 是安东亲手抱大的 现在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然后他每天折磨一些村民 不停地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啊 记录每一个语音 所以载外语是一个学术空白 勒安东是国际上第一个系统详细记录和描述 载外语的学者 他就靠着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心 用了十多年 终于完成了1700页的载外语语法和词典 终于让这个中国西南边陲鲜为人知的小语种 在所有国际的语言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藏里头 占有了一席之地 他也因为这个研究取得了荷兰莱顿大学 汉学院最高荣誉博士学位 这时候他已经38岁了 但是好像在山寨里时间是停滞的一样 他已经不可能像其他的学者一样 在完成一个项目就转站下一个地方 他觉得他走不开了 然后他跟景坡人的感情已经让他觉得难以割舍 他要留下来为景坡相亲做点事情 安东经常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小心出生在荷兰的景坡族 我本来就属于这里 然后其实我跟安东决定定居景坡山寨 几乎就是一拍即合的一个决定 我也特别地爱那里 第一次去到就特别地爱 但是这是我们的个人生活选择而已 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说荣树根做一家专业教育机构的诞生 其实是始于我被一种强烈的反差 深深地刺痛了 景坡山寨就这样的地方 它一面像桃花园一样完美 那里有大山精灵一样的孩子 他们被大自然母亲赋予了绝佳的艺术天赋 懂得所有的自然知识 会好几种民族语言 可是这些知识对考试无用 他们在学校都被化为差生 大部分孩子初中就辍学了 更让我心痛的是毒品 景坡族总人口20%是吸毒者 在我居住的西山乡里 超半数的青壮年男子都是长期吸毒者 我的两百多个景坡孩子里 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被毒品夺取了父母 所以其实贫困毒品和艾滋病都只是表象 并跟在于传统文化的急速消逝 抽空了年轻人心里对本民族和自我的认知 他们总是盲目地想要跑去城市打工的时候 幻想过青春偶像剧里面那种光鲜的生活 可现实给他的都是歧视打击 在迷茫绝望的时候 他根本无力去抵抗随处可得的廉价毒品 一个景坡奶奶一边做知警一边就告诉我说 她认为那些吸毒的人都是被恶鬼夺了魂 景坡人是信仰万物有灵的 然后他们认为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人都有魂助手 我理解魂就是自我 当你失了自我你就没有了判断力 没有了方向 所以景坡人正在经历一种失魂之痛 其实他们只是城市化进城里面 一个小小的缩影 所以山里孩子其实他们需要的 真的不是说被贴上弱势群体的标天去救助 他们需要的首先是被理解 被尊重 被肯定 自信和自我认同其实是教育里的根基 我觉得一个人属于自己的判断 独立的价值观 独立的思考 这是人安身立命之本 可是却是我们教育里最最缺失的部分 所以我们荣树根就是想跟孩子一起去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认为自信和自我认同教育 荣树根的方式最大的价值在于两点 一个是尊重个体 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教育 就不好的教育有各种不好 但好的教育只有一种就是因材施教 你需要懂得这个孩子 然后肯定他就关注他有什么而不是缺什么 然后帮他创造条件把这些有的都发挥出来 第二个价值就是陪伴孩子成长 真正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些孩子能从跟我们和志愿者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看到各种各样的思想 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 这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期的一些活动就形成了我们后来的夏令营 然后活动的一些课程的一些雏形 一些体系的雏形 我们尽量是用当地的材料 当地的文化元素来做 主旨就是让他觉得我很好 我的家乡也很好 包括自己制作一本 内容是关于我 作者也关于我的书 只有我们自己的基地才能融树根 才能挣扎下根来 所以没有钱也不能阻止我们开始 我们当初最开始就是投入了全部的个人积蓄 还加上银行贷款 就开始动土去建一座景泊山里 山里孩子身边的学习乐园 我们就跟乡亲们一起 一砖一石 一敲一闪 经历了难忘的艰辛曲折无比的十八个月 终于建成了这座神奇的房子 它是有各种混搭的材料 有妙趣的空间 有抗震的设计 还有多功能转换的大活动式 和各种各样的小隔间可以钻来钻去 我们在这位孩子们办画展 邀请家长来看 我们也创造很多舒适轻松的学习环境 然后白天可以望到对面是缅甸的山巒 然后夜晚我们可以和孩子躺在竹房顶上 看银河 看星星 谢谢 这是志愿者帮拍的 我也喜欢这照片 然后这座房子里真的发生很多的故事 这里真的是有爱 有希望 有梦想 有决心 有勇气 有欢笑 有泪水 这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 来跟孩子们一起做各种课程和活动 来自各大城市的小伙伴 跟紧迫孩子共度夏令营 六十多孩子就在这里同吃同住 原来害羞的山里孩子就开始很自豪地向城市伙伴 来展示他们的家乡 这是他们在一起缝制井坡包 自然山林就是课堂 龙江就是我们的运动场 当要撒泪挥别的时候才发现短暂的相处 也有无尽的回忆 红艳传说可以帮孩子们延续真挚的友谊 我们把传统的井坡老故事重新发掘整理 讲给孩子们听 他们自己做小编剧小导演 自己画布景做音效 然后把老故事焕发新活力排成木偶戏 一场一场成功的村寨巡演都让孩子学到 一分收获背后必有十分努力 荣书根也是一座桥 我们让井坡山里小艺术家的画作 在芝加哥北京的画廊里展览 让井坡女孩动人的歌声 回荡在凤凰卫视庆典的舞台上 给大家分享一次特殊的夏令营 就是今年八月 我们为长大了的荣书根孩子 专门办了一次快乐英语营 这些孩子是跟了我们五年感情最深的处在 新春期的岔路口 我要好好地陪护他们走过这一城 所以当我们召集他们过来 七天开始 第一天我跟他们说 你相不相信第七天结束的时候 你们每个人可以说一段全英文的自我介绍 可以读懂一段全英文的内容 可以唱六首英文歌 他们都说没戏啊不可能 因为他们虽然是三个年级的孩子 六年级到初二 但英语基础一样几乎为零 学校有英语课 但是我会告诉他说 好你们说不可能 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条件是守规矩都得听我的 他们说好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把家里所有的地方都贴上英文单词的标签 所有东西都贴上 然后从一早上就放搞笑英语新闻联播 是我跟安东路的 英语载外语汉语编排在一起 把他们全都编进去 然后晚上有看英文电影和听英文歌 然后整天白天都有各种的学习任务 关键是你要用英文说英文 才能取得你的一日三餐和水果零食 否则你不说英文 你不能上厕所洗澡 不能做任何事情 然后这是每天五六点钟放松的时候 就开始学当天的英文歌了 你知道我看见他们记笔记的场面有多感动吗 要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在学校完全放弃学习的孩子 写作业 考试 上课都跟他们早就没有了关系 老师就跟他说 你就天天坐后头 趴那儿老是睡觉 不许上课影响 给我捣乱上课就行 可是他们在这里 都是又聪明又好学的孩子 我们用身体去躺出来二十六字母 然后总是牺牲安东 扮演各种可怜的角色 这是那个机器人拍哪儿想哪儿 就是教身体部位的单词 就老有老师说山里孩子就坐不住嘛 说你们都是野孩子坐不住 那你就不要让他们坐那么久嘛 我们就差不多每一个小时 都有到户外的英语活动游戏 有很多的肢体运动 那个在龙江边有野餐也是 你那个接力赛 小队成员要不断跑到Food Station Food Station这种食品站去 取得你们小队的食物 你会说的越多 你们队的食物就越丰富 然后寻宝游戏是一大段英文介绍 但是提前去交了查字典 所以他们都能集体一起查读懂它 知道每一个宝物藏在牛棚里面 还是树顶上 然后绝地三尺 十个宝物每一队都找到了 这还有一天在龙江边去放飞孔明灯 写上I wish 很多人都写I wish to see my mom and dad 最后一天 汇报演出 大家都说出来了自我介绍 每一队都唱了特别好的英文歌 然后这是大家发一块彩布 一个小时做衣服 然后准备fashion show 到晚餐的时候都已经嗨的 就不得了了 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发毕业证书的时候 孩子们都非常激动 我就跟孩子们说 你们回去把你这七天学会的所有单词句型 忘光没关系 只要你记得此刻的感受 因为英语营本来就不是为了学英语 就是为了向你们证明一件事 你们有多优秀 我说 我说今后人生的路上再难 你想回想这七天 你就知道只要你肯努力 你们都是特别棒的孩子 能学会任何东西 排艾坎的故事已经被央视CCTV9 排成了一个纪录片 即将在春节前后播出 我在这里就卖个关子 就不去讲他 他是Michael Jackson舞王 然后那个 而且是个诗人 对 艾坎说 我有三个梦想 诗人 电影导演 和跳舞带给更多人快乐 但是我最想做的事 还有一件 就是为榕树根工作 五年了 我们的长期的长期 在很多人的坦克 在很多人看起来很奇怪的路 但是我从来不要别人来定义我的成功 我一直在做我认为很对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凑小还是比较少见 算个创新的话 那我真的应该为之惊喜 为之欣喜而不是恐惧 前面的路 前面的路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肯定有困难 而且困难我天天有 问题是我跟井坡孩子们学会了一个道理 就是当你到了江边才发现没有竹筏子怎么办啊 井坡男孩子出门都带长刀的 江边不是长着竹林的吗 献砍竹子献削竹子献花竹灭 献大家一起齐动手去绑竹筏 没有竹筏可以做出来 只要你有想法 这事上没什么都不可怕 都可以去创造 每当我回想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 其实我跟井坡孩子一起 都做了一些值得回味的事情 我想这就值了 就够了 这就是创造的意义 生命不息 创造不止 谢谢